每晚八点 聆听读者 大家好 我是主播小贤 欢迎收听读者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文章 来自作者张兴行 董卿谈父亲落泪 在教育路上 不要指望孩子自觉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前段时间 央视的主持人大赛上了热搜 网友们对参赛选手 口吐莲花的精彩表现赞叹不已 直呼这简直就是神仙打架 而紧接其后的热搜话题 就是董卿的点评 董卿作为点评嘉宾 每一次对参赛选手的点评 都温柔又犀利 引经句点 字字逐击 深入人心 所以网友们把它称作 神仙中的神仙 有一句评论 也道出了我的心声 富有诗书 气字画 很喜欢董卿这个优秀的女人 镜头前的董卿 身形苗条 气质如蓝 谈吐优雅 出口成章 令人不禁好奇 究竟是怎么样的家庭教育 才能培养出这般从容优雅 富有智慧的董卿呢 董卿曾说 我一直坚信一句话 性格及命运 你的性格 有很大一部分是天生的 而在你的成长当中 最初的耳濡目染的榜样 就是你的父母 父母就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家庭就是孩子最初的课堂 董卿曾在一次访谈中 透露了小时候 父母对他的教育 是十分严苛的 从刚开始识字的时候 父母就督促 他每天抄成语 古诗 栽背下来检查 所以上小学的时候 就因为成绩优异 只得到四年级 就破壳跳棋进入初中 上了中学 父母每天会给他开书单 要求他必须读完多少名著 并且要摘抄书中的精彩句子 当年 他的小鸭脖子台灯下 每天贴十个纸条 是父亲要来检查的功课 董卿坦言 也正是因为父亲当初的严厉要求 自己喜欢阅读的习惯 也悄然养成 直到今天 在外打拼 也不肯丢下书籍 他说 如果我几天不读书 会感觉像几天不洗澡那样难受 董卿曾经无比讨厌父亲的淫科 但是如今却无比地感谢父亲 是父亲让我成为一个内心挺强大的孩子 因为进入社会以后 你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打击 你都需要坚强去面对 所以现在 我发现很多事情 我还挺能咬着牙去坚持下来 孩子之所以是孩子 正是因为他们缺乏自律 自觉性 很难坚持去做一件事情 而父母的教育可能严厉 但却能帮助孩子坚持到底 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即深远 所有的眼力 都是父母的良苦用心 因为他们明白 只有忍着疼 才能让孩子飞到更高处 欣赏更美的风景 指望孩子自觉 就是对孩子人生的不负责 知乎上曾经有个问题 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平庸的 网友程简吉的高赞回答 令人印象深刻 区乏内驱离 小时候 有家长追着练琴 有老师看着写作业 成年后 未终于逃离了大人的监护 而欢呼雀跃 却未曾料到 巨大的空虚接踵而至 正是因为孩子本身年纪小 不懂自律 不懂坚持 缺乏自屈利 在成长的路上 很容易走了歪路 从小被父母激发 引导的小孩 更有机会发现自己的真正的爱好 特长 并且慢慢沉浸其中 享受这份愉悦 和带来的成就感 父母的教育和引导 就是年幼孩子 内驱离的源头 如果有不负责的父母 在教育上偷了懒 仅靠孩子的自觉性 就很容易失控 电视剧《家有儿女》中 有这么一段 刘欣和小雨 控诉妈妈小时候 并没有给她们 培养出特长 否则就有可能成为作家 音乐家 妈妈刘梅 嗤之以鼻 小时候 给你抱这般那般 想让你学 你自己不学啊 刘欣立刻对道 我不愿意学 你就不让学了 那时候我还小 我还不懂事 难道你也不懂事吗 你应该从小培养我 教育我 从小就得逼着我学 像刘欣这样的孩子 比比皆是 小时候 没有积累本领 长大后 又怎么能拥有 承载梦想的双翼呢 父母的不严厉 自求缺乏自觉性 最终只能落个 没有一技之长的地步 很多人总是会遗憾 如果当初父母 对自己严厉一点 不让放弃学游泳 也不会成为了汉牙子 如果当初父母 对自己严厉一点 不让放弃练毛笔 就不会连写名字 都歪歪扭扭了 如果当初父母 对自己严厉一点 不让放弃练琴 也不至于公司年会上 连拿得出手的表演都没有 可惜 如果只是设想 而少庄不努力 老大图伤悲 才是最真实的结局 看到这里 或许有人会说 我希望给孩子快乐教育 但 这些所谓的快乐教育 真的能让孩子快乐吗 刘欢曾经在一次采访中 谈及自己女儿的教育问题时 直呼后悔 原来 刘欢和妻子 一直秉持着快乐教育的原则 不想强迫孩子 去做不喜欢的事情 女儿是一个喜欢弹琴 但是自己 却不愿意主动练琴的人 刘欢感叹 从小没有迫使她学音乐 我觉得有点后悔 其实 你迫使她练一练 她可能就很好 有这方面天赋的孩子 还是可以推一把 我们要明白 快乐教育 真的不是放手教育 快乐教育 是用孩子感兴趣的东西 去激发内心的潜能 寓教于乐 帮助孩子 克服学习路上的枯燥 度过瓶颈期 真正体验到 克服困难后的喜悦与快乐 我们在孩子生命初期 好好指引他们的方向 也不失为是一种快乐教育 让他们将来在这个社会上 拥有可以自由选择的能力 多一份自信与从容 少说一句求人的话 当他们拥有了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敌气时 这才算真正地拥有了快乐 美国著名作家安娜·昆德兰曾说 有些路很远 走下去会很累 可是不走 又会后悔 我的一位读者曾经给我留言 自己也很后悔 当初没有逼孩子一把 也至于孩子长大后埋怨他 有时候 正是因为父母的逼迫 激发了孩子内心的潜能 使得孩子跳出了舒适区 再找到了自己长处所在的同时 也完成了对自我的挑战 而父母不对孩子 家与约束和监督 任孩子自由散漫放纵 丧失了学习的最宝贵时机 孩子也就无法得到锻炼 最终也无法找到 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 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 既没有所谓的快乐童年 也没有遗迹傍身 回望过去 一片混沌 展望未来 一路渺茫 不知前方 去往何处 爱孩子 不要只满足于眼前廉价的快乐 而是要逼孩子 另就一身本领 让他们有资本 来对抗生活的风风雨雨 人生如其 落子无悔 此时不努力 更待何时 不偷懒的父母 才能养育出 优秀的孩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